哇 接下来要踏上红地毯的又是一个我们都非常期待的风声剧组 好 我们看看风声剧组都有哪几位主创朝我们走来 这个风声啊 也是只见风声不见人 我们今天终于亮相了 我们先听到的是大家的叫声 来 用你们的叫声喊出风声好吗 太棒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喜爱的明星走上了红地毯 好 我们看他走在当中的是著名导演高群叔 在他身边是影帝张寒宇 还有这边是两位影后 一位范冰冰 一位周迅 都是在中国非常有成就的演员 是的 欢迎李冰冰 欢迎周迅 欢迎张寒宇 欢迎高群叔导演 高导演是上两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应该说是得主 今天 是的 是 来 接受一下大家的热情 来 我们来一张全家福 没有 好 来 我们来拍张全家福 接受我们所有影迷对你们的热情和欢迎 好 我们现在看到周迅 李冰冰和张寒宇 还有我们的导演高群叔跟我们大家见面 导演太厉害了 这部影片汇集了影帝影后 真的很期待到底影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没错 三 二 一 谢谢 再次感谢四位 请在我们的背景板上面签名留念 很精彩啊 李冰冰 周迅 张寒宇都是影后影帝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喜灵门的剧组 好 喜灵门剧组 欢迎 开店PT的时候 就曾经选他演毛主席来的 是的 谢谢 好 接下来踏上红地毯的是新刘三姐的剧组 我们看看 现在给我们演绎这个新刘三姐剧组的都是哪些艺术家 我们现在看到上影的导演朱峰 带着他们的摄制组走上我们的红地毯 走在前面的是这部戏的男主演苏友鹏 苏友鹏最近很忙 今年已经拍了三部戏 一部是新刘三姐 一部是风声 还有一部是刚刚结束的孤岛秘密战 跟他走在一起的是刚刚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称号的 邱永利也是这部戏的主演 走在他们身后的是英皇旗下的演员孙篤阳 还有青年演员钱柳莹 其实有很多的剧组都会踏上我们的红光 热情万分能感受到我们 你看我已经满头是汗了 是 而且在尖叫声中我们感觉到 已经又有一位大牌场我们走来了 是的 我们观众能够告诉我们你们看到谁了吗 哇 有很多人 房祖明 让我们欢迎花木兰剧组 欢迎导演马楚成 欢迎徐娇 是的 欢迎房祖明 徐娇今天呢是 我看到还有胡军 还有胡军大哥 这个徐娇一换了一副打扮呢 我们根本想象不出来 那就是这个七号当中的那小套 我们欢迎赵薇 赵薇最近特别特别的火焰 特别特别的忙 我们刚刚看到花木兰剧组刚刚走来 他就在后边紧随其后 原来 别看现在赵薇这个样子 刚刚演完金国英雄花木兰 而且锦衣卫也是赵薇主演 今年的电影很多啊 从画皮到这个花木兰 一定要让赵薇给我们打个招呼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王上好 赵薇好 欢迎 谢谢赵薇在我们背景板上面请签名留念 感谢赵薇又给我们带来新的电影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他的花木兰和锦衣卫 好 那么刚刚说了锦衣卫锦衣卫的剧组就踏上红地毯了 他们是导演李仁港 主演吴敦 徐子山 七玉舞 欢迎 这个团队也比较庞大啊 包括刚刚走向红地毯的赵薇 是的 我发现这个他们这么走也很有意思 赵薇前面跨着花木兰 后面领个锦衣卫 欢迎 欢迎 说到锦衣卫 我还必须介绍下一位我们的巨星 今年他除了锦衣卫之外呢 还参加了叶问二和十月围城的拍摄 他是谁告诉我们 他是谁 没错 让我们欢迎曾子丹 欢迎曾子丹 这个说到曾子丹啊 我们可能更多的说的是叶问 或者是锦衣卫 或者是十月围城 但是我在这里说的是 曾子丹和许多的电影人 在去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 他们首先赶赴灾区 为灾区的儿童和灾民们 献出了一份爱心 在这里我们应该代表 所有的电影人 向灾区的 你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斯丹对你这么热情啊 大家好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好 谢谢 期待您今年的这么多作品啊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自然 你们知道吗 现在咱们能拍四百多部电影啊 一年啊 一年中国电影市场 可以说从电影产量上来说 是世界电影大国了 亲爱的